新竹正道有线电视最近收到一封匿名的评信 厚贺的信封当中不仅有司接户的忏悔信 更有厚厚一叠高达十万元的现金 诉说着司接多年的有线电视 因为良心不安特别寄信来忏悔 请求原谅 那收到这一封信 那当初是很惊讶说 怎么有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到我的办公桌上面来 那因为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寄现金的 所以第一时间我也是很紧张 怕说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它包装得很好 那拆开以后看到这封信 我第一个感觉是很欣慰说 新竹正道有线电视公司从成立到现在 所提供的节目跟内容 让它感到获得很多的收益 那这是一点 那第二个 那我们现在进行前面数位化以后 我们提供的内容跟节目内容 跟它的知识的水平越来越高 画质越来越好 我们希望说我们耳后提供的服务 让所有的新竹市的收视户更能感受到说我们的用心更努力 那这一点希望所有的收视户能对我们再更加的支持 目前新竹市的有线电视数位化工作已经进入尾声 提供用户更丰富的频道及更好的品质 但是也因为家中每一台电视都需要加装数位机上合 也让许多的司机户无所遁形 新竹正道总经理也提醒大家 司机有线电视是要负民事责任的 也请大家依照正常管道装设享受更好的收视品质 因为新的有线电视法修过以后 它还是维持在那个部分 它还是依照有线电视法 但一个部分它需要赔偿 如果被抓到的话 需要赔偿两年的收视费用 那它提供的这一笔资金 我想它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希望是大家用正常的方式来收视 那因为这笔钱金额相当庞大 将近10万块 从这金额来计算 应该是超过十几年以上 那我们希望它来正式申请 那继续使用我们新竹正道有线电视的一些服务 那让它继续的精神上 事实上继续的成长 因为现在节目都越来越好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匿名信中更表示多年来 透过有线电视丰富了精神 也得到许多的知识 给了新竹正道有线电视一记强新增 激励不少员工 以后也将继续努力 提供民众更多优质的数位有线电视服务 凯破新竹综合报道